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大部分呢都是那种三四十元以下的比较开价白菜的 因为我觉得开价的跟专柜的腮红刷在脸上的感觉也没有说有天壤之别吧 所以我非常喜欢囤一些开价的腮红 你看这一堆红红粉粉的在这里就觉得啊超级满足少女心 那我会按品牌呢先给大家分别试色看 最后给大家分享我最常用的几个非常值得推荐的颜色 还有品牌 如果你最近正好想囤几个腮红 不知道买什么品牌或什么颜色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看吧 这一堆红粉的颜色就会发现了一堆红色的颜色 这一堆红色的颜色就会发现了一堆红色的颜色 这一堆红色就会发现了一堆红色就会发现了一堆红色的颜色 这一堆红色就会发现了一堆红色就会发现了一堆红色就会发现了一个麻热的颜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现在呢我想以我自己的使用经验呢给大家做出一些更具体的推荐 那首先先排除两个我觉得是不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Wet and Wild和艾尔廷心的这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呢都不是很日常然后特别容易刷重 这两个是我买过之后非常非常少用到的两个腮红 所以这两个呢就暂时不推荐 好然后呢是我想推荐的一些 如果你想买一个可以拿来补妆用的腮红的话 我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个倩丽的这个双色腮红呢 它自带一个小刷子 然后它这个粉质啊上色度啊都非常好表现很好 就你随便刷一刷就很好看 所以这个我非常喜欢啊平时带出去次数最多的一个腮红 如果你喜欢手指多过化妆刷的话就平时爱用手上妆 那我非常推荐colourpop的这种 因为用手拍在脸上然后晕开 它的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它的质地呢非常非常细腻 由内而外的红韵 非常自然非常好气色 这个就是我如果出门旅行不想带化妆刷 那我就会带一个colourpop的腮红 所以这个never been kissed的colourpop的这个就推荐给不怎么喜欢用刷子 喜欢用手指上妆的朋友 那还有一种腮红呢也是非常神奇的 就是它可以打在你的颧骨外侧这样一条打过来之后呢 它既可以让你的脸色很红润 又可以增加一些阴影的效果 就让你的脸颊稍微有点往里收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Mac的blush baby这个色号 它是那种亚光色 然后是有一点点深的豆沙粉色 它非常非常自然 然后它本身是有一点点深度的 就打在这个地方呢就有很自然的修容的效果 这种我一般就是懒得上修容的时候 从苹果肌这个位置一直打到脸的边缘 这样打上去就会有那种自然的修容效果 不会特别夸张 所以这个呢也是挺推荐的 那如果你想买那种非常便宜 粉质又不错 它性价比非常高的腮红呢 我非常推荐你买Makeup Academy 还有Jordana的腮红 虽然White & Wild也非常值得推荐 就网上其他一些色号呢还挺火的 但我这个真的是不敢给大家推荐 所以呢我这次先推荐这两个 Makeup Academy 还有Jordana的这两个腮红 都是20块钱左右的价位吧 就粉质还不错 这个呢会比这个容易飞粉一些 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Makeup Academy它家的牙光呢 做得非常好看 它不是像Jordana很多一些是雾面的牙光 这个是那种有一点丝绒感的牙光 就稍微有一点点光泽 就是抹上去并不是就觉得这一块完全牙光了的那种 就这个是很自然的牙光效果 所以呢这两个非常推荐 这两个腮红都是那种颜色选择性超多的 可以挑一整天的我跟你讲 那另外一种腮红呢就是 假如我哪天画了一个比较平淡无聊的妆容 那我想让我的脸颊来出现一点奇幻的色彩 奇幻的光泽 那我就会选择这种带偏光的腮红 那比较有名的就是NARS的高潮色 那另外还有一个MAC的ANIMAL INSTINTS 这两个都是会泛出金色的光泽 那这个就会泛出优雅的紫粉色的光泽 这种我就不多说了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这种带有偏光的腮红 但我个人有些时候是真的非常喜欢这种 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暖了 刷一点这种带有金色偏光的腮红 真的觉得特别健康有活力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 金色细腻光泽的 还有这个Colourpop的Quarters这个颜色 也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你想买一个带有高光效果的腮红 那推荐大家这个ELF的烘焙腮红 它的色号是Peachy Cheeky 那另一个是艾尔甜心的 但是现在不太好 买这个牌子在斯福兰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还是想给它推荐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豆沙粉色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珠光色 它的粉质也都很好 并且自带刷子还有镜子 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但是这个豆沙粉色呢 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浅 就是在黑黄皮脸上呢 没有那么容易显色 但是我觉得如果皮肤又白的 用这个的话一定非常漂亮 这个刷在脸上真的是有一种水光的效果 是比很多高光单品都要好的 它的光泽度很好又很细腻很柔和 那如果你稍微再多刷一些 它的粉色呢就会从你皮肤里透出来 所以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到现在也经常会用到的 就是我哪天懒得用高光 我就一定会抓起这个ELF的这个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分享 一定记得给我点个赞 转发或者是评论一下 如果你有想看的其他的内容呢 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下期视频